来 男生问问你的态度吧 你今天是不是想来分手的 不是 说实话 是不是有点受不了了 是有点受不了 是不是想跑 是 就是两年多了 哄哄哄 觉得老也哄不好 等于这次去西藏 人又累 对吧 对 然后事又多了一些 就总爆发了 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你不觉得低头低的 委屈吗 姑娘 我真的挺委屈的 委屈你来这干嘛 别搭理她不就完了吗 为什么还要跟她纠缠呀 舍不得吗 舍不得啥呀 就是想跟她好好在一起 没看出来 你想好好在一起啊 跟网友在一起啊 多好啊 还要骗人 我不敢说嘛 为啥不敢说 两个人谈恋爱 连这个都不敢说 那就分手嘛 就是因为她总管我 你跟我说 你留恋她什么呀 管着我脾气不好什么的 她都比较包容我嘛 行 听明白了 所以呢 女生今天说白了 是想通过老师的帮助 让你男朋友 意识到你男朋友也有错误 然后回来 是这意思吧 不是 我也有想给她道歉的 我后面也有改正自己的脾气 可是就是她回来之后 这一个月 我去给她道歉也好 然后我就是一直在给她发 一期打电话也好 她就不理我 然后就一直在冷战 关键是冷战就冷战 她不跟你说分手 也不跟你说不分手 所以你今天要来个痛快的是吧 就肯定是不希望分啊 但是我觉得她至少给我一个态度呀 行吧 接下来一起进入新洋美容APP 丘比特本券 小赵 你好 你好 我问一下你大概这两年当中 一共是求了多少次 我来了 我说呢 你叫小赵 你叫我 老赵 你叫我 你叫我 我说 什么 你叫我 你叫你 你叫你 你叫我 我说你 你叫我 我 continuou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